這條題目是在葡萄牙,那邊也有水浸,水是紅色,為什麼呢 A,因為建築物外牆掉色,B,紅酒的酒莊倒下紅酒 C,水受到金屬物質的影響,D,是動物的排泄物,導致水變成紅色 他在說水浸,可大可小的,可能是一間房那麼大的地方 是啊,不過是街道來的,不是一間房間 上個星期我猜輸了,我買了食物回來的時候,嘉蘭就折著我,要我付錢 我還沒請他,他說平時他吃得太多,給他請客,他懂得選,今天最便宜 你即是還欠我們一餐,等我放完假回來才請 如果你今天又輸了,是不是大餐一點呢 其實大餐不划算,你會不會買一包心刺土 我請他整包心刺土,自己弄的醉包東西 雖然是星期三,請回星期三,但我們有幾天都是長時間 如果你是兩次,星期一這樣,可以嗎 你吃得太多好,你滿足也吃了一半 我們現在玩超過大問答,同時正在直播中 買9年3.com,和口水的Fan page正在直播中,看看我們的樣子 2023年全球最貴的城市,第10名 看著,New York,東京,北京,新加坡 北京很貴的,不會是第10名 第一名是誰? 2023年,第一名是新加坡 香港,2023年香港 你算什麼呢? 生活指數,不是樓市等 不過你這樣說 新加坡,租金等 最近我也感受到 第一名是新加坡 因為我在樓下有一間燒美 他之前做了一間就說 不行了,我做不住了 因為租金太貴,他離開了 以前價錢大概60元一個雙品飯 來了第二間,但是同一間燒美 你喝完東西,現在那裡是接近80元 你就知道他那時候是欠多少錢 每一個飯 80元一個燒美飯,其實也很貴 出街吃飯下限定 普通一餐都二三百元 重點是你放進口裡的質素 你要有那個價錢 例如我當你打邊爐,現在你接近一千元 很貴的 所以你看到現在街邊有很多排隊 反而兩餐飯還是很多人排隊 每一個區都是 好,我們選擇 紐約、東京和什麼 紐約、東京和什麼 紐約、東京、北京、新加坡 可以說英文嗎 我選紐約 第十位 第十位 新加坡是貴的 對,新加坡貴的 我選擇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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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紐約 一個紐約 兩個北京 什麼?北京 第十位 兩個北京 北京有一分 哎呦 我先數一數 我先寫下你們的分 余德勝一分 都只有一分 第一位就是香港 第二位呢 第三位就是瑞士的日內雅 第四位是瑞士的巴塞爾 第五位是瑞士的巴爾尼 全部都是瑞士 第六位是以色列的特拉維夫 第七位是紐約 第八位是新加坡 第九位是東京 第十位北京 哇,瑞士已經佔了四個 對 好,繼續 好,我這條題目就是在葡萄牙的 那邊都是水浸的 那些水是紅色的 為什麼呢? A 因為建築物外牆掉色 B 紅酒的酒莊 倒下了紅酒 C 水受到金屬物質的影響 D 是動物的排泄物 導致水變成紅色 突然間水災一定 即是你每天都可能有動物排泄物 水浸而已 沒有理由 它是不是因為下雨 好像我們香港黑雨一樣呢? 嗯 水災是因為什麼呢? 水浸 它就是水浸 水浸而已 不關下雨的事 有一個地區水浸 水浸 水浸 它的水浸是整個城市都浸 還是無端端牛頭角那個彎 黃大仙那裡有水浸 葡萄牙這麼大 當然不會整個葡萄牙都浸了 就是一個區域 就是那個城市 那個區域 對 那個區域多大 我又在想 怎麼知道 葡萄牙這麼遠 不是啊 我的意思是你整個九龍區浸了 還是黃大仙那裡的地方 沒有這麼多資訊給你 總之不是積水 是水浸 水浸 水浸 水浸原因也不知道 不說那麼多 哈哈哈哈 好痛啊 他是孤寒 他是孤寒 是輸賣餐廳的錢 你沒有提示就不孤寒 通常都是這樣 第C 金屬什麼鬼話 水受到金屬物質影響 所以就變了紅色 剛才我說的就是什麼 你排泄物 不會那隻東西無端端才肚子 無端端那一輪 那些候鳥飛來 他們吃了過期的水果一起賴屎 對 在那一塊地方 他在說水浸 可大可小的 可能是一間房那麼大的地方 是不是 是啊 不過呢 是街道來的 街街街道 不是一間房間 剛才有三條街道 街街街街道上 是通來的 那一個浴場很小的 我想這個直播室就是那個池的一半 但進去的那個池全是啡色的 只有三個水龍頭 因為那個地方的鐵質非常重 開水後是透明的 但它出來三分兩分鐘就會生瘦 那些鐵質 因為複化和氧化 那你是不是想要用鐵質嗎 我就覺得是鐵質 鐵質 金屬 金屬 金屬會紅色嗎 因為鐵質 我猜而已 我有點掙扎 對 我也掙扎 會不會是酒 紅酒 你猜一分 杜姐 即是他沖爆了酒莊 是嗎 浸爆了酒莊 但會不會停了那麼久 不如他沒有講長編 他沒有說多久 他什麼資訊都沒有給我們 我試一下酒莊 很清晰的資料 很清晰的資料 我問你是哪裏有多大 又說不可以告訴你 在葡萄牙有個城市 很多條街都泡光 不是一個房間 那如果金屬又沒可能突然有這麼多金屬 有些關鍵嗎 關鍵嗎 對 我都想 但是杜姐你決定選 我覺得先跟了大家姐 好 紅酒 先跟大家姐 紅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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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玩 哈哈 你不要再跟了大家姐 你不要看這個新聞 為什麼 沒有看新聞 其實這個新聞是四天前 我肯定香港還沒報 今早開始有新聞報 所以我怕你們會知道 但其實他不是下雨 他在紅酒的酒莊 爆了那個倉 有220萬星的紅酒 那些全部都是紅酒 即是多少瓶 300萬瓶紅酒一起打爛了 所以整條街全部都是紅色浸入 是怎樣做到呢 有片看的 我去那邊奶地 哈哈 你對 我問了是不是 有一句成語叫做無碎自戰 原來無碎是一個人 我說一點背景 當時是有一個平原軍 我們當成是最最最最最最白的人馬 他跟楚國與召國要打仗 他就要出去討論條件 當然希望不要打 但是沒有這個把握 有一個人叫做無碎出來 帶我去 我会有把握,谈到 自此之后当然是成功,不然就不会有这句说话叫无碎自战 无碎是什么身份呢? A,它是畜牧业 B,它是书生,饱读思书 C,它是食客,那时有钱人喜欢养食客 D,它是家臣,他所谓自战,当然是职位不高 他很大胆地为了国家出声,他是什么身份呢? 其实以自己的食客做什么? 谈谈,那家臣做什么? 我只是在想一样东西 家臣是管家吗? 我刚才想一样东西 通常这么拼命的人,一定是想一战成名 拼上位 那我就会选呢? 书生吗? 不是书生,在这方面我认为最低级 家臣是畜牧 畜牧 应该是,反正也是拼一拳 要是回来撒头 要是拿新官口迹 所以我会选畜牧 但你是不是回答我家臣是畜牧 我不知道,刚才回答我 是吗? 家臣是他家里,当然不是只有几个人 他可以去到跟别人的一个国家来谈 不要打仗 下面当然有很多人 皇帝对着那些是众兴家 明白吗? 他那些就是家臣 我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例如刚才那些有些地位的人 如果一跌一次,回来真的斩头 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可能还要抄家 所以我就选择最没有东西 即是 nothing to lose 最没有东西就是畜牧 最没有东西就是畜牧 養一世的东西 或是畜牧 食客有没有地位? 食客也有地位 要计算一下 畜牧 我选家臣 我选家臣 他确定是 2个畜牧 1个家臣 食客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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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负责献计的感觉 食客书生是负责小书童 食客书生 说明书生 书生是饱讀诗书 但他还没有去考功名 对对对对 未中什么受彩 或者另一条路 书生薄一泡 可以吗? 书生薄一泡 书生是同一个故事的套路 是的 我觉得真的 因为以前的人是这样 我宁愿是窮一世 还是薄一次机会 书生 窮一生作事神 最差的是什么 食客书生 我死不肯 那位刀姐一早回来 就说我今天的题目很容易 其实我习惯了他这个 妖敌之材 有一天他跟你说我书生吃 他今天的题目很难 他有一个衰老的 他的声量合不合 又敢不一成听到 他以为我能听到 他两个很流行自己联盟 我今天的题目很容易 你那些难不难 我就坐在那裏扮听不到 书生吃客好 我吃书生 我不吃客 死都不吃客 吃客太直接 书生 你呢 那我吃客 你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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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要敢不敢猜 这个食客 就住了在平原军的家里三年 这样得到这个机会 他觉得可以跟他出去 倾妥这件事 冒税 自折 出去真的倾妥了 然后食年升级一級 那就直接在他身边 是吧 阿杰你也是一个食客 这件事 你嫁给我拆吧 我来吧 好了 日本的乌冬面非常有名 它有一家很厉害的地方 非常之特别 究竟他这家乌冬店 有什么特别令他出名呢 A.他的乌冬不是吃的 只是看的 B.他的营业时间只有10分钟 C.他的乌冬是红色的 D.其实他没有乌冬卖的 有没有在哪个地方 知道你有没有 很想问的 立刻就告诉你 日本香琴 香川苑 sorry 香川苑的琴平丁这个地方 我说都不懂 是不是连锁的 不是啦 是不是 問到你的问题 問問問 红色的很特别吗 你没有乌冬是红色的 你没有乌冬是红色的 我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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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腸粉就没有红色了 上次我们也吃过红色的 红米腸 红米腸 其实很容易的 要认识 不是那么大事 之前我拍一个节目的时候 他说过日本有一家 吃拉麵的 是彩虹颜色的 有红色的 红色的青藍籽 但当然不是聚集在碗里 每一条 是每一条 湯都是红色或者绿色的 新潮的东西 被人打卡 你有没有吃过七彩小龙包 有的 有的 很容易 那也是皮 调的颜色很简单 A是看不吃的 只是看不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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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那些呢 日本餐厅很喜欢做的 假的食物 放在厨窗 他就说很棒的 这家店 专装 娶娶如生 有什么好看呢 是吧 当是博物馆 我刚才你说的那件事 我看过一个做生菜 挺特别的 有盆水 你当是纳 做完之后 即时就做了那些波浪型 拿回来凝固了 就像生菜 就像生菜 我以为那些是纳 我估计都是纳 有什么高健 我不知道 我觉得十分钟 这个就太少了 有些人吃一碗麵 都不止十分钟 怎可能只开十分钟 我就未必会选这个 但就是因为这样 有些店银子只开两个钟 那就不奇怪 他就是十分钟这么夸张 才能出现新闻 可能只是卖外卖十分钟 卖完卖四碗而已 这样啊 不知道 我这样说一下 没有 其实没有胡冬的 对 我选这个 其实是卖汉堡包的 对 名字叫胡冬店银子 好啊 选这个 好啊 没有胡冬 你试一下这个 好啊 你两分啊 Doo姐先选吧 好啊 如果大家选择 就没所谓 我先选这个D D 没有胡冬 好 那我要十分钟 我打算是十分钟 我打算是十分钟 我不选择 我不选择 A 十分钟还是A 只有看字 十分钟 我看字 你看 Doo姐十分钟 你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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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分钟 两个十分钟 一个看不清楚 是 两个人半分 真的十分钟 真的十分钟吗 他在这段时间 他不知道他几点至几点 总之有十分钟 大家会排在长龙等这十分钟 一群人就躲进去 在这十分钟里吃这个麵 但他没有其他东西 只有凍和热给你选择 吃完就走人 他继续生产他的礼盒 送禮 很可爱 很可爱 我恨你 我和你一人一分 我一早就想说十分钟 刚才如果他 你知道我多害怕 他三分 他两分 你两分半 我一分 商业电台节目精华 天天放松 即刻like share comment 再在youtube按个小钟 订阅 想随时随地听到精彩节目内容 快点订购商台节目重温 We Out 사용 既阅 可乐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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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